大家好我们又到了优秀作业点名的时间了啊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呃三组啊我们觉得不错的一个效果图的作业啊三组同学的呃那给大家先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效果图啊就都是我们从他设计稿件一直到后期跟踪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那我觉得最后这三名同学呢表达的方式啊风格各有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再去来学习他效果图的一些优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他之所以能把效果图做的比较有细节啊或者呢效果比较好根本原因不是说他精通什么软件也不是说他效果图做的就是牛逼对吧然后呢就是有的同学的话就很初级的说老师我想要教程教程网上都有都是免费的好吧啊更关键的是在于他的设计内容才是他效果图 比较不错或者是非常好的关键的点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做设计的同学要跟会图员这个思维方式要给他区分开我之所以让我们的小班学员一定要在小班期间把效果图这个东西给攻克掉不是为了让大家工作的时候去做效果图而是为了让大家工作的时候能指导别人去做效果图 所以呢拿出这三组同学作业呢从根本上我们是想希望大家学习他们的方案思维啊包括学习他们方案的这样一个可以深化的深度对吧啊至于说最后出来的效果还不错那是应该的啊那是给一些啊基础比较不弱同学我们打一个什么打个样啊立个榜样就是这个道理好吧 又或者呢有同学会认为说老师你看他效果图还没我做的好那我也希望你呢要理智的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做的效果比较好更多的时候是你工作的时候你是在呈现别人的方案所以你的思维跟他们可能完全不一样你只是做了一个工具而应该做的事而已但是这三位同学的话他们的方案是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好吧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也不用太去纠结说老师这个效果还是认为没我做的好没有问题怎样都可以因为这就是我们一周以来比较不错的几份作业而已好吧啊我没必要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抬杠好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的第一位同学呢他做的一个效果图我认为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他图纸啊给人感觉很干净整个色调呢保护都不是很高给人感觉很温馨很平淡对吧但是呢翻的深化细节又比较到位 然后呢背景呢用的这种远山也符合我们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好吧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效果图其实还做的不错因为他可以把我们的设计点基本上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好吧那细节上我们后期可以再去来推销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收边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种支持的一些材质上贴图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后期可以再去完善但是整个方案的这个这个空间上的想法啊 包括呢还有他最后表达的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一个优秀作业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定位的好吧那另外呢另外一组同学的作业呢是给了一个白一个一个白天的一个夜景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这个根据我们项目不同的需求我觉得说大家呢能做白天的你也能做夜景的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运营单位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你像这种办公屋顶花园 对吧啊他有的时候的话呢他白天的时候也会使用到那他晚上的时候也会使用到有的时候我们甲方去跟我们就聊天的时候说哎有没有夜景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里面因为他是个物流厂区嘛对吧我直接给大家介绍项目是说过他三班岛对吧很多员工呢是在这个这个这个晚上不回家的啊所以能够看见夜景呢量化上是怎么去来处理的那我觉得这种效果图呢也很好的跟甲方去来传递了就是我们思考的比较周全好吧所以呢这两张图呢我觉得说 他做了一个日景一个夜景的更多的话呢就是符合了甲方对于我们设计方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好吧因为很多设计方是说啥夜景啊对不对啊我有必要吗对不对啊那这个情况下呢有可能就跟甲方的思维层次可能不在一个地方因为甲方他更关注于就这个效果图做完之后对吧我想看一看对吧在其他一些特殊的时间段对吧你效果是很好但是晚上呢或者下雪呢啊都北方的下面 有可能他要下雪的这样的一个对吧那样的一个图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不仅能做白天做的晚上能做下雨的下水的还能黄昏的还能还能做早晨的对吧那这种方式能 如果你把握的话啊那实际上就是运用起来更灵活好吧啊以后呢去来要求啊你的设计师助理的时候对吧就你的助理设计师的时候对吧你也能更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好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我们的小班学员之所以让大家一定要 课掉效果图原因又在于说在学习阶段我们要功课这个很基础的问题在工作阶段我们才能不去来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你连这个东西没有功课的话那工作当中的话啊那你要花长时间去了功课那就浪费领大大量的时间好吧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小班学员就是说你学完了这套东西你的话呢去要求别人好吧啊这个这个我们自己就是说做一些方案就可以了好吧那最后一组同学呢你可以看到效果都比较多啊 整体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啊这里面做了一些圆形的哈或者弧线形的这样一个平台对吧里面呢有吧台区也有这种交流区然后另外呢有个廊架区廊架区呢里面可以这个对于这个这个这个长时间使用的话更友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分区他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再者呢就是他这里面也做了一些其他时间段的比如说在这里他又做了一个晚上的这个量化阶梯对吧 为了能让你看清楚高砂变化台阶这个地方做了量化再有那些种植物的边缘做量化更能让你清楚是吧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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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的一个边界好吧这个我觉得很好然后呢人物加的比较恰当比如说有弹吉他的对吧啊然后就弹吉他的嘛对吧啊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我觉得这种呢都是符合甲方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个定位的好吧然后呢再有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这个草坪空间对吧更能跟我们的一些户外环境接触的很好啊那 那包括呢像企业的一些宣传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光影呢这个地方关影稍微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说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能看到方案当中的一些精巧的一些思路对吧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后面呢比如说这个企业宣传区我觉得这个做的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这几这三份下午多作业呢都达到了我们啊就是一个标准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好这个项目找到一些不错的工作好吧再次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把下午多功课的目的 是为了我们不做效果图好吧啊所以呢今天作业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